他是木狼罗根 来自英雄全都死去的废土世界 他穿越到了616主宇宙经历了很多事情 曾经木狼还打算穿越回废土宇宙弥补自己的错误 但如今他明白过去无法改变 所以他决定活在当下面向未来 彻底留在主宇宙 但是即便他想放下过去 过去也会主动找上他 拿好红烧肘子 清蒸鲁鱼八宝鸭白切鸡烤全羊水煮鱼蒜蓉烤生蚝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在某处的深山中 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四个孩子跳往远方 这里的风景是那么的美丽 卷毛小孩也觉得这里很美 问老爹能不能住在这里 老爹耐心地教导小卷毛 表示发音是能不能 而不是能不能 老爹在摸着小卷毛的脑袋温柔会呆 答案是不能 我们不能住在这里 老爹指着远方某处说道 因为在不远处有人想要杀害我们 他们害怕我们 因为我们与他们不一样 老爹低头缓缓说道 那些人的英雄已经杀掉了一位我们的成员 就只是因为害怕他可能会做的事 这里指的是 内战二布什 布鲁斯班纳被鹰野杀害的事情 老爹继续说道 如果他们找到我们 也会杀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要先一步杀掉他们 这都是为了我们能够生活在没有恐惧的生活 说完后 老爹带着四个小孩往家的方向走 老爹安排了卡车过来接他们 这都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只见老爹带着四个小孩靠近一处设施 这里是加拿大某处废弃的一处 亲密的基地 也是他们一族暂时隐藏在这里的地方 视角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某处郊外 这里的小餐厅旁停着三辆卡车 木狼罗根在X战警的基地和纽约住院 所以他回到加拿大这里散散心 他推开小餐厅的门走了进来 鼻子灵敏的他立即嗅到异味 他沉思了一会没有立即发飙 他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钩子上 然后问女服务员雷斯去哪了 女服务员表示雷斯今天放假了 罗根坐在吧台前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他察觉到右后方有人在盯着自己 甚至厨师也一直探出头看着他 厨师的笑容显得是那么的鬼 服务员开始给罗根倒上咖啡 下一秒罗根抓住女服务员的手 罗根表示这家店根本没有叫雷斯的人 只有一对老夫妻经营这家餐厅 罗根问这群人对老夫妻做了什么 这时候周围的壮汉纷纷表示摊牌布装了 原来这群人全都认识罗根 而罗根说到的那对老夫妻和别的顾客 已经全部惨死在这群人手里 三名壮汉表示他们是来找罗根讨债的 但是罗根表示他根本认不得他们这群小混混 壮汉表示他的确没见过罗根 但是罗根肯定见过比利鲍博 只见瘦瘦巴巴的男子害怕地走了出来 壮汉表示罗根当年抢走了比利的衣服 然后把比利丢在了山洞里 而且罗根当年还杀了他们父亲 罗根还想表示自己不认识他们 但是他话刚说一半 吓得他立即将爪子弹射出来 没错 罗根已经想起来当年的事情了 在《木狼寻乡》的故事里 罗根杀了浩克邦的老爹布鲁斯班 表示这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 只见墨镜壮汉立即突然变成了绿色 表示这当然是真的 三名壮汉和一名女生以及比利鲍博全部变身 他们瞬间变成体型壮瘦的浩克形态 表示罗根在废土世界杀了他们的老爹和灭了浩克邦 如今他们从废土世界穿越而来终于找到了罗根 现在他们要杀了罗根报仇 下一秒遭到重击的罗根被打飞出餐厅 一名浩克撞破墙壁直接飞哭向罗根 结果被罗根伸长的利爪直接贯穿 头颅岩壁死去 从餐厅走出来的浩克们看见一名同伴死去很憤怒 这名女浩克立即一拳中击将罗根的头砸进地板里 罗根被砸进地板里动弹不得 紧接着三个浩克纷纷用脚狂踩罗根 恨不得立即把罗根踩成肉牛 并表示他们浩克是杀不完的 却不料下一秒罗根站起来 挥舞爪子把戴帽子的浩克开膛破度 浑身是伤的罗根站着恶狠狠地表示 看来我有得忙了 区区浩克 木狼罗根杀地你看 待墨镜的浩克飞身一脚踹倒罗根 罗根站稳脚后双手往上刺 直接把双手的爪子捅进墨镜浩克的身躯内 墨镜浩克也倒下了 看见兄弟都死光的女浩克也愤怒地冲向罗根 却不料直接被罗根反手划开肚皮 他再也不能嚣张直接倒地没了声息 罗根走进餐厅看见最后的比利 胆小的比利不断向罗根求饶 而罗根更想知道浩克邦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怕死的比利大喊是老爹找到了他们 就在这时响起一个声音 罗根回头看过去 发现墨镜浩克居然没有死 还举起了滚烫的油锅 他立即把油锅直接砸在罗根的身躯上 热油的灼烧让罗根感到剧烈的疼痛 墨镜浩克大喊 浩克邦是杀不完 你不可能杀光 最后两个字刚说出口 墨镜浩克就被罗根用爪子划破了脖子 木狼罗根打完后被热油烫死倒下 墨镜浩克也挣扎着还想给自己止血 但是很快他就彻底断气死去 看着自己兄弟全都死去的比利非常惊慌 他快速逃离餐厅 冲着不远处的雪山跑去 他用力一跳蹦的十分高 经过连续许多次的跳跃来赶路 此时在H5气基地内 白发苍苍的老爹还在指挥所有人工作 这时候他听到了巨大的落地声响起 来到外面他看见比利 然后连忙问他怎么了 别的人去哪了 还有他最关心的卡车怎么没带回来 比利连忙他们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 本来找到了卡车 但是却遇到了罗根 结果想复仇的他们却都被罗根杀害了 听到这番话的老爹顿时暴命 他明明都三身五令禁止搞复仇 因为这种鲁莽行为最终会祸害整个组织 愤怒的老爹身体立即变得巨大 很快他就变成了体型巨大的洛塞胡浩克 没错老爹便是秘密战争2015里的战尊浩克 只见战尊一巴掌将比利扇飞出去 因为给比利出头 所以他失去了四名浩克 战尊把一切都怪在比利头上 他还表示原本比利该把卡车带回来 但现在连卡车都没有了 他用力掐住比利的脖子 表示是比利差点毁了他建立的一切 这时候一位没清目秀的女浩克站了出来 他恳求战尊不要杀死比利 因为已经死了四个浩克了 再死就太亏了 听到这番话的战尊立即把比利丢下去 然后让在场的人继续执行任务 把目前基地里的车全都装满导弹运走 不然接下来的秘密计划将全都爆灰 剩下的人开始听同命令去搬运导弹 俏丽的女浩克去扶起比利 他贴心地询问比利怎么样 比利虽然头晕目眩但也觉得还好 因为若是亲爹动手 自己早死了 比利转身就走 他很感谢坎布里亚为他出头 但劝他以后还是不要这么做了 坎布里亚看着比利陷入沉思 这时候坎布里亚的手忽然被抓住 战尊表示很欣赏坎布里亚维护兄弟的表现 只见战尊单手捏起坎布里亚而狠狠地表示 如果以后还在别人面前公开违抗他 那坎布里亚和比利都得死 入夜时分 视角来到那家餐厅 终于自愈完成的罗根再度站起来 如今他的自愈因子已经无法让他快速自愈了 他看着横七竖八的浩克尸体 想起了当年自己看见妻子儿女惨死的模样 他捏了捏眉心 劝自己好好振作起来 罗根来到外面摸了摸地上的浩克残留屋 然后放在鼻子前认真闻了闻 接着罗根大概确定了方向 他循着卫道的方向快速行驶 他不知道浩克邦是如何跨越维度来到这里 但那都不重要 因为罗根会找到他们 然后让他们后悔离开山洞来到这里 不久之后视角来到加拿大的另一片区域 战尊带着一个小孩来到一个军事基地 以为战尊是普通人的士兵让他赶紧滚出这里 但战尊表示自己需要这个能躲避卫星地位的基地 感到不对劲的士兵纷纷拿起枪瞄准战尊 然后劝他不要惹事赶紧转身离开 不然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对战尊开枪 他们反复强调并问战尊听懂没有 战尊说他不需要懂 因为他说了 他需要这个基地 说完后战尊的眼睛立即变成翠绿色 下一秒大量浩克从四面八方跳进这座秘密基地里 他们打算立即强行占领这里 这群浩克们一巴掌一个将士兵纷纷原地拍死 比例反应慢了点被士兵的斧头砍伤 下一秒这个士兵被浩克撕成两半 看见这一幕的坎布里亚只觉得不该这样 视角回到H57秘密基地 骑着摩托的罗根终于追到了这里 他能闻到这里充满了浩克的恶心味道 罗根发现地上有新鲜的血迹 看样子应该还没超过几个小时 他走进这巨大的秘密基地内 空气里全都是浩克的味道 地板上的车轮轨迹说明他们逃离了这里 但罗根不懂浩克们在这个H57基地干什么 他看见有一个房间内似乎堆着核武器 罗根顿时明白大事不妙 不出意外的话 这群浩克一定会尝试用这些核武器 罗根没在H57基地找到任何东西 他再度骑上摩托车跟着车车痕迹寻找 他必须去阻止那群浩克要做的事 此时浩克们已经将这个秘密基地的士兵全部弄死 战尊浩克宣布这里便是他们浩克的星家 战尊表示等他们毁灭掉人类世界后 这里会有足够的物资让浩克们活下去 坎布里亚则实在给比利包扎伤口 战尊浩克愤怒地表示 他要用为主武器基地的核导弹 就像人类对付浩克一样对付人类 既然这个宇宙的布鲁斯班纳被杀害了 那就把这件事当成人类向浩克的宣战 他们浩克要创造一个 再也不会受到生命危险的世界 他们要彻底终结掉这个错误的世界 过了不久之后的一家酒馆内 罗根实在是追踪不到浩克的味道 所以没有别的办法的 他只好求助朋友 很快阿尔法空间站内的矮妖接到电话 矮妖对于罗根居然会求助这件事感到惊讶 罗根长话短说把自己经历的事说了一遍 然后希望矮妖能够追踪到浩克们的定位 矮妖动动手指 立即就通过卫星找到了浩克们的动向 不过矮妖还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对罗根说 矮妖表示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希望罗根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想起他们这些朋友 罗根的老脸一沉 没有回应这番话 而是直接问他 锁定浩克的位置了吗 此时在浩克帮的秘密基地内 战尊表示有话要说 战尊说了一堆希望浩克帮团结一致的话 然后表示罗根肯定会追踪而来 到时候浩克帮都会陷入危险当中 没想到一名西瓜头浩克表示 罗根有啥好怕的 尽管来 浩克帮指定让他没好果之吃 战尊顿时暴怒抓着西瓜头浩克 表示浩克帮应该对罗根感到恐惧 罗根杀掉了废土世界的布鲁斯班纳 还把废土的浩克帮几乎赶尽杀绝 这足够让他们对罗根感到恐惧 所以罗根肯定会追踪过来找麻烦的 因此战尊让西瓜头浩克带人 拿上重火力武器埋伏起来 一旦发现罗根就立即开火 战尊浩克让西瓜头赶紧带上比利一起去埋伏 但西瓜头却说比利只会碍事 战尊当然知道比利只会碍事 所以他要让比利再也不能捣乱 西瓜头顿时明白战尊的意思了 然后西瓜头要带上比利一起去埋伏罗根 坎布里亚也想跟过去 但是被拒绝了 坎布里亚露出深深的担忧 此时罗根得到矮腰的定位信息 正骑着摩托及时在路上 他努力让自己不要回忆起废途宇宙的事情 因为自己真的被这些痛苦的记忆折磨够 下一秒罗根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立即刹车 但还是慢了 摩托车立即发生爆炸将罗根炸飞出去 摔在地上的罗根艰难爬起来 然后就看见危险再次脚离 巨大的武装肌肉车从罗根的身躯上直接拧过去 罗根刚想站起来 车上的西瓜头浩克立即开启加特链 下一秒罗根的身躯被子弹打了千疮百滚 在密集的子弹攻击下他毫无反抗之力 在车上的西瓜头浩克一边大笑着一边不停地开吻 一会后加特链停止攻击 被子弹打得血肉模糊的罗根早已死去 这时候一名胖浩克把手枪交给比利 让比利给罗根的脑袋一枪避免他立即复活 这也是让比利为死去的兄弟和班纳助手 胆小的比利拿着枪颤颤巍巍地靠近罗根 他不断靠近罗根 但是迟迟不敢开枪 西瓜头浩克大喊 快呀比利 动手啊 比利拿着枪的手越发颤抖了起来 这时候罗根的手稍微颤抖了一下 吓得比利立即扣下班机 但是却没有像他想象一样打出子弹 比利松口气好奇地问 你们为啥不给枪上它 只见车上所有的浩克都拿起了武器瞄准比利 西瓜头浩克说道 别怪我比利 都是战尊的主意 下一秒密集的子弹无情地倾泻在比利的身上 可怜的比利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紧接着惨死的比利倒在罗根的身旁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罗根缓缓醒来 他被铁链锁绑在了石柱上 双手被绑住的他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 罗根这次自愈花费时间太久了 浩克们都以为罗根真的死了 罗根问浩克帮的人是怎么来到这里呢 他明明记得自己涂光了浩克帮 西瓜头没有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现在只想一遍遍折磨罗根来复仇 在西瓜头浩克的一生命下 所有浩克成员手中的武器立即开火 立即的子弹不断打在罗根的身躯上 疼痛胆让罗根发出撕心裂肺的咆哮 很快身躯千疮百孔的罗根再度死 杀死罗根的西瓜头浩克觉得好玩极 他打算就待在这里哪也不去 避免罗根文这位找到基地位置 只要罗根稍微动弹一下 他就立即火力覆盖弄死罗根 视角回到战尊浩克所在的秘密基地 此时战尊再度以老爹的形态修理武器 坎布里亚来到这里找到战尊 战尊问坎布里亚找他干嘛 坎布里亚问战尊真的要那么做吗 毕竟核弹的威力真的很大 他不明白为什么战尊一定要杀了所有人类 就不能浩克帮主动远离人类吗 战尊表示总有一天人类会用核弹毁灭自己 他只不过是把人类注定的灭亡提前了意 反正人类一定会想要杀死浩克 就像废土世界的布鲁斯班纳被杀 这场战争早就开始了 唯一的问题是谁来结束这场战争 战尊说起自己当年在废土宇宙拯救剩下的浩克 他曾发誓要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 只不过这个方式肯定伴随着威胁 但这都值得 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未来 坎布里亚看着战尊浩克要入侵的地点沉思了一遍 然后表示自己认可战尊的目标 他很抱歉自己曾怀疑战尊的目标 然后转身慢慢离去 就在这时战尊队身边的小卷毛男孩说道 我有一个特殊任务要你帮忙 视角再度来到木狼罗根这边 自愈因此再度让罗根复活醒来 此时眼前的浩克们正在休息睡觉 罗根左右看了下发现无法挣脱锁面 然后发现西瓜头浩克醒来并看着他 罗根立即开始狂风暴雨一般辱骂着西瓜头浩克 他字字珠心毫不留情一刻不停 头脑简单的西瓜头浩克果然轻易被惹怒了 他立即举起拳头冲着罗根跑过去 大喊着要让罗根有好果之吃 下一秒罗根抬起腿堵过这是大力尘的拳 而这一拳也直接摧毁了石柱组 恢复自由的罗根立即用锁链绑住他的脖子 然后用力一扯直接将西瓜头浩克勒死 这时候被吵醒的浩克们纷纷端着武器冲了过去 罗根也赶紧冲着不远处的一间仓库快速跑过去 他的身躯还没有完全自愈完成 但是现在他没有时间自愈了 他只能暂时先躲起来 这时候端着加特林的浩克走了进来 他一边说着挑衅的话一边扫尸周围 结果罗根从阴影处冲出来直接刺穿他的腿 下一秒拖拉机居然被浩克直接丢了进来 整栋木制的仓库也阴声倒塌 他们开始寻找着倒下的浩克和罗根 结果他们纷纷从后面听到了罗根的声音 只见罗根已经端着加特林来到了他们的身后 并且毫不留情地开启了加特林 威力巨大的加特林不断扫射着这群浩克 无法抵抗子弹的他们一个个全都中枪倒下 罗根丢下子弹打空的加特林 询问还没彻底断起的胖浩克 说你们拿核武器要干什么 胖浩克回答 他不会放过你的 罗根伸出爪子抓着他的衣领问道 你说谁 胖浩克嚣张地回答 战尊 他会弄死你的 要是我能看见就好了 罗根愤怒地问 战尊是谁 为什么他要杀我 胖浩克咬牙切齿地回答 不只是你 是所有人 话刚说完 胖浩克就断起了 罗根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他仔细想了许久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他这数百年的记忆里根本没有战尊之后 他一边思考着一边慢慢离去 走出几步远之后 他逐渐身体脱裂 然后他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开始倒下 这几天的高强度战斗让自愈因子到达极限了 一夜过去 此时已经天亮了 穿红衣服的小卷毛男孩慌张地跑了 他快速跑到战尊的面前大喊道 战尊爷爷 他逃跑了 原来小卷毛说的是坎布里亚逃跑了 战尊忙问坎布里亚去哪里了 小卷毛表示他看见坎布里亚进了一辆车里面待着 但是几分钟后车就空了 所以坎布里亚肯定是从后面逃走了 战尊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 他很感谢小卷毛及时汇报的情况 然后他带着小卷毛召集了剩下的所有后果 他一边走着身躯一边不断变大并大喊道 所有人听着 坎布里亚不知道为什么背叛了我 因此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 接下来我们只有74小时来做进攻准备 昏睡中 罗根的记忆再度回到了废土宇宙 当时的木狼罗根带着儿子斯科特维修坏掉的猪棚 好朋友牧年鹰眼当时正在木狼家里做客 原来罗根养的猪被人偷走了 鹰眼吐槽说这些臭猪全丢了才好 罗根表示自己很需要这些猪拿去卖钱 所以这些猪一个也不能少 这时候年幼的儿子斯科特问道 爸爸 为什么猪总是生病呀 罗根看了一眼年幼的儿子 他思考了一下回答道 因为有一群疯子炸了几颗核弹 他们毁掉了这片曾经美丽的绿色大路 所有东西都死了 但我们只能从地下挖出被污染的东西来喂猪 儿子又疑惑地问 为什么英雄不阻止这群坏人呢 罗根愣住了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看向鹰眼 鹰眼耸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很快到了夜晚 猪棚也维修好了 木鹰和木狼一起躲在猪棚里面 在这里守猪带兔等偷猪贼出现 木鹰觉得自己丢脸急了 自己打过灭霸天启傲创之类的大狂派 拯救过无数次地球甚至是宇宙 结果现在却躲在猪棚里抓偷猪贼 但罗根真的很需要这些猪来卖钱 偷这些猪就是在断他家的活路 罗根对鹰眼说现在世界不像以前了 他们现在无法拯救这个破烂的世界 现在罗根能拯救和保护的只有自己的妻子 为此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这时候木鹰捂住罗根的嘴让他安静 他小声表示有人过来了 罗根的梦境被打断 他听到有人在呼唤他 彻底自愈完的罗根从昏睡中行为 耳边响起的声音是那么的熟悉 罗根抬起头看着眼前这熟悉的人问道 你怎么在这儿 这人装出难过的情绪回答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你的朋友可是在担心你呢 视角转换 出现的人果然是老朋友鹰眼 他端着咖啡递给罗根问 那么现在 你想不想告诉老朋友鹰眼一些事呢 拜托告诉我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下期视频 没头脑和不高兴组合 画牢鹰眼与木狼出击 浩克帮背着核弹头出发 目标是毁灭世界 木狼罗根vs战尊浩克 不死之躯 以浩克之力谁更强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很感谢各位观众能够一直追更到现在 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定要关注点赞评论 打赏一键三连 拜托拜托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有喜欢的菜也可以发在评论区或弹幕 只要不是太奇怪 就会尽力爆菜你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